咱们说到 夏冬青在444号便利店做夜班兼职 遇到了女鬼王小亚和高冷的赵丽 过了今晚 她在这上班就满一个月了 冬青对今天还是比较期待的 毕竟终于可以领到毕业后的第一份工资了 寂静的黑夜里 她独自吃着泡面 依然纠结 那晚的赵丽什么来路 自己的阴阳眼和她有什么关系 就在这时 一个男子突然闯了进来 并顺势倒在地上 好心的冬青急忙上前搀扶 可定念一看 男子竟是个眉心中将而死的鬼魂 还没等惊恐的冬青缓过神 高冷的赵丽就跟着跑了进来 只见他端着枪对着男子说道 你阳间的寿命已经结束 现在距离午夜12点还差半个小时 到时阴阳两界的通道就会打开 你必须跟我走 不要想着逃跑 否则我的银枪会让你魂被迫散 永世不得超生 这时我们才知道 男子名叫小龙 死前是个警察 在贩毒团伙卧底了三年 眼看就要收网 却不慎暴露了身份被杀害 而高冷男赵丽也拿出心爱的手机 介绍自己说 我是阴间来的鬼差 也叫灵魂百度人 职责就是抓捕人类的灵魂 但身为警察的小龙心愿未了 他不想被抓走 东京临办了这一切后 变成赵丽一个愣舌的瞬间 上前一把包住了他 他想帮助小龙逃走 去完成他的心愿 可东京的行为却惹怒了赵丽 他举起银枪 是要杀死东京邪分 你放走了我的猎物 让我回去怎么交差 但让赵丽无可奈何的是 东京的阳瘦未尽 他不能擅自杀戮 只有发发狠话 这时 东京就想起 一个月前赵丽说过的话 自己的阴阳眼是他给的 编女过头说 你把我这双阴阳眼收走吧 我宁愿变成瞎子 可正在气头上的赵丽 又展现着一副霸道的派头 你想要就要 想不要就不要呀 我既然给了你这双眼睛 你就得接着 还说要扣掉东京一半的工资 因为赵丽就是下便利店的老板 但东京也是个愣口精 面对赵丽的霸道不仁 他决定拍屁股走人 哥们不干了 你工资爱给不给 回到家后 东京看着空淡淡的冰箱 吃了一口不知几天前剩下的泡面 不免有些后悔刚才的冲动 哪怕再坚持一天呀 就能领到一个月的工资了 也不如于现在这样寒颤 就在这时 肚子里传来一股翻动 他便起身走向卫生间 可怕他吓一跳的是 小龙就不知何时 躲进了自家的卫生间里 他说自己走投无路 因为我是个鬼魂的原因 没有人能看见我 可没有人能听见我的声音 抓捕毒贩的心愿 只有你东京能帮我完成 好心的东京被说服了 接着 两人先是来到小龙的家里 从他窗底下取出了一大信件 这是小龙坐卧底后 写给刑警老爸的信 因为老爸一直误会 儿子是个毒贩 小龙面前着去一年之前 证明自己的心白 在跟老爸证明过身份后 小龙又带着东京 悄悄来到毒贩的窝点 证据就躺在这边的马桶里 正当两人拿着证据要离开时 一群小弟发现了他们 一番生死逃亡后 众人来到地下车库 眼看着被包围 为了避免东京受到牵连 小龙让他把证据叫给罪犯 可东京一根筋 不愿就范 两人大吵了起来 旁边的毒贩们一脸懵逼 这傻小子和谁吵架呢 这时小龙的脸突然变得惨白 他想利用鬼魂的力量 杀死这帮毒贩 周围的灯光也开始忽明忽暗 很是诡异 但毒老大还是那副死枪调 你这是吓唬谁呢 老子天不怕地不怕 这就一枪崩了你 就在这时 赵立竞开着他的打击谱赶了过来 下车的动作相当潇洒 他拿出银枪后动扳机 射出的子弹在空气中分散开来 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 毒贩们随即倒地不起 接着就是警察赶到 毒贩全部落网 小龙的心愿就此了结 便跟着赵立赶往阴间 准备转世投胎去了 在路上 高冷的赵立也拿到了那副 生气凌人的霸道 在小龙和东京面前 露出了他二货斗逼青年的本色 但对于东京的阴阳眼 还是闪烁其词 没有说出背后隐藏的秘密